在当前世界经济形势复杂多变的背景下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 过去一年的工作怎么样 今年又定下什么新目标 打算怎么干 发展前景如何 3月5号上午 备受瞩目的政府工作报告面试 给出了答案 如何读懂这份事关国家发展和民生福祉的报告 当天中午 政府工作报告起草组负责人 国务院研究室主任黄守红 在国新办吹风会上 对政府工作报告进行了解读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回顾了去年的工作和取得的成绩 黄守红认为 这份成绩单既有险计又有前计 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126万亿元 我们的经济增速达到5.2% 从众向比与我们过去比 我们这个5.2的增速 比去年加快了2.2个点 也快于那疫情三年4.5的增速 要横向比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 我们也是名列前茅的 依然是世界经济增长最大的引擎 大体上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 还是保持在百分之三十左右 总结来看我们去年的经济发展 具有量的增长也有制造提升 还有无形的积极向好变化 应该说这个成绩单里边 这个含金量是很高的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 中国将今年经济增长目标定为5%左右 为何定在这个水平 黄守红给出了回应 这是综合考虑了各方面因素 包括国内国际形势 包括需要有可能 可以说是一个立足当前 照眼长远的这么制定的 我认为 今年实现5%左右的目标 是有条件有支撑 支撑中国经济这些年发展 这背后的基本动因 它是没有改变的 而且在很多方面是在显著增强 这种超大规模市场 这种需求优势 我们的产业体系完备 这么一个供给优势 第二方面就是 今年以来 经济发展的积极因素在增多 去年只有经济发展的一些不利因素 在趋于弱化 我这样讲 绝不是说无视困难和挑战 实际上今年 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内外形势 依然严峻复杂 困难嘛 年年都有 日子年年难过 年年过 最后过得还不错 中国的发展这些年 如果拉长时间周期来看 从来都是在应对 困难和挑战中 发展的前进的 第三点呢 去年以来吧 采取的一些重大政策措施 它的政策效应 也在持续显现 不断显现 政府工作报告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 提出了不少新的政策举措 如改善农村寄宿制 学校办学条件 将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月最低标准提高20元等 有记者问道 一些地方基层财政比较紧张 这些民生承诺 能否最终全部兑现 黄守红指出 改善民生也是促进 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制定措施 提出目标任务的时候 已经充分考虑到了 其可行性 要用发展的眼光 来看待保障和解决民生问题 就业养老 医疗等民生问题解决 既能增进这些民生扶植 同时也能把巨大的内需潜力 这种激发出来 之所以说这些民生保障和改善 这些措施能够实现 因为在制定这些措施的时候 提出这些目标任务的时候 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它的可能性 今年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 要保持必要的力度 这个预算安排了相反也多一点 同时要推动省医政府下沉财力 确保既存散保不出问题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近期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 受到广泛关注 今年报告提出城镇新增就业目标 是1200万以上 对此黄守红表示 报告中提出了三方面举措 以实现就业目标 除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和对重点行业企业 重点群体的支持外 还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国家现在是就业压力大 和结构性矛盾并存 现在我们很多的行业跟领域 都有一个人才短缺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制造业领域 我们的人才的缺口有两三千万 从这些短缺的背后 反映的是我们就业的潜力 所以关键的是采取措施 报告里边提出了要适应 先进制造现在服务 养老招呼等领域人才需求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2023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 有效需求不足 是当前经济需要克服的困难和挑战 今年报告中就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做出了部署 黄守红表示 下一步扩内需主要从三方面发力 一个方面要促进消费稳定增长 今年减少增加收入 优化供给 减少限制性措施等方面 综合实测来激发消费的潜能 去年一来 村超村晚冰雪旅游跨界联名都很火 我们的新型消费有很大的潜力 第二点就是积极扩大有效投资 一个就是要发挥和政府的这种投资的带动效用 另一个方面要稳定扩大民间投资 第三点就是要把投资 促进投资和消费有机结合起来 总的看来 我们去年的成就是可全可点的 读懂读透读好 过去一年的成绩单 就会对中国经济发展这些年 为什么行 为什么能 为什么好 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和理解 也会对完成今年的发展目标 会更有信心 底气更足 因为这背后的逻辑 根本的动因 它都是一致的